第三段作者介紹了Dickey 為什麼而古怪怪在哪裡 咱們先看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話 Dickey disliked snobs intensely 首先迪基特別厭惡這些視力小人 這個snob是可數名詞視力小人 總是對上級拍馬屁 瞧不起不如自己的人視力小人 這個intensely老實講了 它來自所謂intent 感情或感覺方面強烈的 這指感情方面厭惡 強烈的 當然是可以的 這個不喜歡厭惡可以用它 也可以說迪基很憎恨視力小人 或者迪基覺得視力小人令人作偶 或者視力小人令覺得迪基討厭 這一系列表達23課怎麼講過 怎麼做複習 首先我們說厭惡憎惡討厭 非常非常討厭視力小人 可以怎麼說呢 咱們可以用這些動詞 Dickey hated, abhorred, distasted, loathed, abominated, snobbed, intensely 咱們的黃顏色是動詞圓形 後面白顏色是加上一般故事 我們讀些動詞圓形吧 Hate, abhorred, detest, loathed 後面有字母義 一般故事再加個D就好了 Loathed, abominated, abominated 都是表示厭惡憎惡 強烈的厭惡視力小人 可以這麼來說 或者我們說迪基覺得視力小人 令人討厭令人厭惡令人作偶 也行 這個覺得我們說可以用find 就發現這個詞 一般故事是淡句 咱們可以用bick found, snobbed, repellent, repulsive, revolting, or disgusting 咱們回顧在二十三個當時講過 我們把這幾個形容詞 叫令人討厭的再大聲讀一下 repellent, repulsive, revolting, disgusting 咱們的草口指多寫幾本把它背起來 或者倒過來 這個視力小人令敵基覺得討厭 令某人討厭會排斥他 我們再複習這幾個動詞 翻過來 snobbed, repulsive, revolted, disgusted, diggy intensely 視力小人令敵基非常的厭惡 令某人厭惡排斥 令某人討厭 我們把這幾個動詞再讀一下 讀黃顏色的還是動詞原型 慢慢來一遍 repel, repulse, revolt, disgust 都可以 總而言之 我們表示相同含義 看能不能不同表達來替換 這樣在寫奏中就怎麼寫怎麼有了 好,那麼第二句話說 Though he owned a large car he hardly ever used it performing always to go on foot 這個咱們先看看語法成分 這個豆號前面 黃顏色的明顯是露引導的讓步造音重劇 儘管他擁有一輛大汽車 怎麼樣呢 he hardly ever used it 在這裡白顏色是主句了 但他幾乎從來沒有用過 harly ever就是almost never 咱們以前講過 就是rarely 為什麼呢 後面那個performing always to go on foot 這個畫橫線的 這個斜體的黃顏色的字 明顯是一個非味動詞 當原因壯語 因為他總是更喜歡走著走 不願意坐車 總是 連有汽車自己不開 這也說明他是怪癖 怪人 這是怪癖之一 好 我們看看這個裡面那些知識點 有複習 你首先第一個這個harly ever harly ever是個時間頻度副詞 叫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 咱們回憶一下在第18課講過 18課講過 它相當於這麼幾個 harly ever 相當almost never 或者seldom 或者rarely 都可以表示時間頻度 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 它跟幾乎不還不太一樣 它只能表示時間 我們再來一遍 hardly ever almost never seldom rarely 這個都行 這是複習 他幾乎從來不開這個車 從來不使用這個車 為什麼呢 prefering always to go on foot 因為他總是更喜歡的 走著走 prefer 我們知道更願意做模式有兩個搭配 prefer doing to doing prefer to do rather than do 這是14課的知識 prefer doing to doing 終於那個to是借詞 rather than呢 prefer to do rather than do 既然本文中是to do 如果後面叫rather than呢 叫而不願意用他的車走 願意走著走 不願意坐車走 帶你去的話 是不是相當於這麼一個 prefering always to go on foot rather than go in his car 而不願意坐他的車走 更願意走著走 我們在這兒也強調這個 有人稱和數的變化 得加in in his car 但不能說buy his car 因為只能用buy car 強調是他的這個車 用in就好了 用buy的話只能跟交通工具本身 用in可以加人稱和數的變化 而不願意用他這個車 坐在車裡這樣走 好 我們看到這是更願意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結構很精巧 前面是個讓步讓語從句 中間是一個主句 後面又飛飛動詞 表示原因壯語 因為他更喜歡怎麼樣 不妨咱們造幾個句子 看中文 儘管他有幾個保鏢 叫body guard 但是他呢 很少讓他們陪著他 陪著他 可以用幾個動詞 accompany him 我們可以先讀一下這個動詞 accompany accompany 這個詞咱們的二十四個貴重窟窿 書庫題 咱們見過 總是更喜歡獨自一個人去散步 獨自一個人咱們講個on one's own 就獨自一個人 獨自的on one's own 去散步 咱們可以用二十三個講的蜗牛散步 慢悠悠的奪步 take a stool 這麼一個書面語 對吧 我們看看複數片 保鏢但是body guard 就行了 我們看看怎麼說 no 然後呢 他擁有owned several bodyguards 幾個保鏢 但怎麼樣呢 he幾乎從來不 hardly ever ask them 去幹嘛呢 to accompany him 來陪陪他 為什麼 performing always 怎麼樣 to take a stool 獨自一個人 on his own 就好了 這個 這個句子肯定沒問題了 對吧 though he owned several bodyguards he hardly ever ask them to accompany him performing always to take a stool on his own 你看 幾乎絕大多數的詞彙短語搭配 都是咱們新幹線第三策見過的 所以這個句子寫起來特別自信 而且速度特別快 保證沒有任何問題 好 這個句子咱們看到這 這是怪癖嘛 買了發那麼多錢買車不開 這個很奇怪 很奇怪 後面還有呢 下雨不打散 也是怪癖 後面說了 even when it was raining heavily he refused to carry an umbrella 這句話就簡單 even when it was raining heavily 雨雪下的大 可以用heavily 這個詞沒錯 也可以換成另外一個詞 叫hard 下大語 it's raining hard it's raining heavily 都行 那不能用hardly hard做副詞 這是個程度副詞 是表示非常嚴重的 非常劇烈的 非常大的 是可以的 但harley做副詞 是表示幾乎不了 那幾乎不下雨可麻煩了 注意hard跟harley 別搞混了 heavily 沒問題 雨下的大 也可以這麼說 its pouring 也是表示下大雨 就飄泼大雨 這個pour是倒水的 一盆水倒進去 我們再讀一下 its pouring its pouring 飄泼大雨 也可以這麼說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這比較口語化了 天上下貓和狗 怎麼會下貓和狗呢 其實就是指雨下的特別大 為什麼呢 因為在英國一般人都住別墅 他這個養貓養狗呢 你發現很少看到有死貓死狗的 這貓狗呢 一般都在地下室找個地方 一人就死了 人看不見 平時看不見這死狗死貓 但一下雨呢 都湯水了 都汪起來了 泡起來了 把地下室的死貓死狗的屍體 都泡出來了 所以滿大街飄著死貓死狗 天降貓狗就下大雨 湯水這種情況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是這麼一件事 就知道雨下的大 即便天下大雨 這李莎德克爾森迪基呢 不帶傘 他從來不帶傘 那麼 為什麼介紹這三個事 這三個事 對廈門這個有趣的事情發生 是缺一不可的 你看有那麼一天 他就談了 One day he walked into an expensive shop after having been caught in a particularly heavy shower 有那麼一天呢 他走進了一個 expensive shop 還記得嗎 在第六課雜廚窗搶劫 咱們講過 expensive shop叫做豪華商店 豪華商店 不是商店貴 是裡邊的東西貴 expensive叫令你費錢的 讓你很費錢的 咱們講過 然後在什麼時候走進呢 在趕上了一次特大的鎮雨之後呢 走進了豪華商店 這個地方after是借死 後面加上動名詞了 動名詞用的是完成時的被動 after having been caught 咱們先複習一下第四課 雙重生活那個書講的 動名詞的時態與態 咱們多次複習了 咱們再看一看 本文中這個用的對不對 就是我們說這個 動名詞它本身的時態和語態問題 時態有一般是和完整時 語態呢就是主動和被動 那麼一般時都不想到 一般時沒有任何場合限制 一般時是跟這個中心位動詞的關係 是先發生後發生同時發生都沒關係 這個主動是doing被動是being done 很簡單 這個完成時呢 完成時強調這動作發生的更早一些 它被中心的這個未動詞發生的早 這個時候呢可以用having done 也是主動被動的having been done 但是having done和having been done 都可以換成一般時 為什麼 一般時沒有場合限制 而完成時有場合限制 所以完成時都可以用一般時代替 一般時就不一定用完成時代替了 本文中強調先發生的 而且是被趕上語的be caught in 是被動的 所用having been caught 用這個結構是正確的 這是我們寫的 第四課講的知識 好 那這是本文中用了這個after當作借詞來用 但是我們說這個after除了借詞之外 也可以當連詞來用 當連詞來用 我們就不用動名詞了 當連詞來用引導時間壯語從句 那用after當連詞來用時間壯語從句 強調趕上大陣語 先發生進商店後發生怎麼辦呢 那用時代唄 用過去完成時不就行了嗎 時不可以這麼改 after he had been caught in a particular heavy shower 從效果一樣 那只不過這個時候after 詞性變了 它變成連詞引導時間壯語從句 本文中是借詞 也是做時間壯語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都強調先發生了 對 這是用時代 在剛才呢 是用動名詞的時代 都可以 然後趕上了 突然遭遇了一個不好的事 特別強的被困住了 我們25課講過 覺得 be caught in 趕上某個事倒霉的事 尤其被困住了 你看我們經常說 趕上暴風雨了 he was caught in a storm 或者趕上塞車了 he was caught in a traffic jam 趕上遭遇到倒霉的事 叫be caught in 25課講過 咱們複習還有一個 遭遇到了一個倒霉的事 而且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這個時候叫be struck by 被什麼什麼重重打擊一下一樣 還記得嗎 25課卡蒂萨克號 遭遇倒霉的事情 而且經歷了重大損失 那個舵被捲走了 當時用他 復習這個句子 出處在122頁的第13行到第14行 122頁13到第14行 他說 In August she was struck by a very heavy storm during which her rudder was torn away 在8月份 她遭遇了一次特別大的暴風雨 在此期間她的舵被捲走了 你看這個時候用be struck by 更好一些 遭遇倒霉事 並且經歷了重大的損失 可以用它 這本文中沒什麼損失 就趕上雨了 淋濕了就好了 為什麼呢 這個前面已經有交代了 第一個 她從不開車 那路可能走著走唄 第二個 她下雨不太散 那走著走著一路 再趕上大暴雨 還沒有散 肯定是渾身濕透了 所以前面有鋪墊 咱們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她到商店裡幹嘛去呢 下一句話交代 He wanted to buy a 300 pound watch for his wife But he was in such a bedjagged condition That an assistant refused to serve him 她當時想給老婆買一塊 300英鎊的這個錶 但是呢 她是這麼的又濕又髒 拖泥帶水的 乃至於呢 這個售貨員拒絕把錶拿給她 說你看那窮酸樣 你閃都買不起 還給你表 拿跑怎麼辦 我不給你 趕上了一個視力小人 這就是這個snow 人窮人 你拿來看看總可以吧 照應前面那個 這個敵機憎恨視力小人 表現對視力小人的憎悟 她的怪癖 這個在後面展示出來了 我們先看看這個語法成分分析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句子裡邊還是用but 這個病例廉詞引出兩個這個病例的句子 中間轉折了 第一句話是 她想給老婆買一塊300英鎊的錶 這沒什麼說的比較簡單 看第二句話 但是怎麼樣 He was in such a bedjagged condition 她處在這麼的又濕又髒的這麼一個狀態 這個bedjagged是個書面語 就是both wet and dirty 就又濕又髒 拖泥帶水的 叫bedjagged 這個認識就行了 那麼such是跟後面這個that搭配的 這個that可以看作個結果狀語從句 就如此又濕又髒 以至於怎麼樣 我們知道一個用so跟that搭配 也可以當結果狀語從句 只不過such呢 要修飾一個名詞 它修飾condition so呢 後面修飾形容詞或副詞 但都是可以跟that 構成結果狀語從句 就好了 好 這是我們看本文中的語法成分分析 下面再看看裡面一些細節 首先看這個一塊300英鎊的錶 他只用300英鎊 300 pounds 來修飾這個錶 是可以的 修飾watch 但是我們回憶一下價值多少錢的多少東西 我們看他還講過另外一個表達 大家還記得嗎 就金錢 再加名字worth 再加off 再加東西 這個結構咱們也見過 在第六課價值數以千磅的鑽石 thousands of pounds worth of diamonds 咱們講過 那本文中用的結構該怎麼說呢 太簡單了 是不是可以說一個300 pound worth of watch 一塊價值300英鎊的錶就行了 從效果一樣 這種第六課的結構也能說 好 那麼 但他處於如此又濕又髒的這個狀態 以至於這種such 跟結構中有重距 我們說以後用so加形容詞也行 那麼我們so就是be-draggled 也有道理 也可以 我們可以說but he was so be-draggled that 但是他如此的又濕又髒 以至於怎麼樣 用這個搭配也行 也可以 但是用這個搭配就不如本文中這個證實 因為用名詞結構往往顯得比形容詞來得更莊重一些 名詞在所有詞中老實說過是最出向最莊重最正式的 那以後我們這個so的這個結構如果能變化的話 可以變成such再加名詞結構 處在什麼什麼這麼一個狀態 這麼說出向 咱們做個練習看一看啊 比如說看這句話 his family was so impoverished that he could hardly afford his tuition 這句話很簡單 我說他的家怎麼樣呢 他的家人是如此的impoverished 這書面也叫貧困的貧窮的 如此之貧困 以至於他幾乎負擔不起學費 我們把這窮的沒錢的這個詞大聲讀下 impoverished 注意中間字母V 上牙處下唇發VVV 這個動作再來 impoverished 他的家是如此之貧困 以至於他幾乎付不起tuition 就學費了 那麼so的結構當然是正確的 我們看能不能用such的結構呢 是不是可以說他的家庭 處在這麼貧困的一個狀態 以至於他幾乎掏不起學費了 那麼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impoverished 換成an impoverished condition condition前面要跟in搭配 就是in such an impoverished condition 再加拿就好了 你看是不是可以說 his family was in 別忘記這次in哦 in such an impoverished condition that he could hardly afford his tuition 意思是一樣的 只不過從效果來看 那第二句比第一句 顯得更正式一些 更文氣一些罷了 好 本文中本句中 用的正是第二個句子 這個結構 好的 處在這麼用适用途的狀態 以至於呢 an assistant 這個詞我們在第六課講過 它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叫助手或助理 第二個可以表示 在英國表示 商店裡的售貨員 這是英聯盟國家定義法 那麼在這裡明顯 在商店裡是售貨員了 怎麼樣呢 拒絕把表拿給他 refuse the servant 注意不要翻譯成拒絕給他服務 不是給他服務 是把表拿給他 這個是固定用法 寫權是這樣一個搭配 serv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或者ser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這表示在商店裡邊 把商品給顧客拿過來 如果在飯館裡呢 飯館裡把菜給客人端上來 是這個意思 本文中有預警了 所以後面就省掉了with something 可以相當於serve him with the watch refuse the servant with the watch 拒絕把這個表拿給他 是這個意思 或者倒過來呢 refuse to serve the watch to him 拒絕把這個表拿給他 注意 這個答案可以表示 把商品給顧客拿過來 或者在飯店裡邊 給顧客上菜 可以用它 當然這種事兒 確實一般人碰得多生氣 但一般人就打起來了 但狄機不一樣 為什麼 他怪人 他怪呀 什麼怪法 你看他怎麼懲罰他 Dickey left the shop without a word and returned carrying a large cloth back 咱們先看個語法成分 這個依然是and 你看又看到聯詞and了 引導兩個並列句 第一句話是 Dickey 一語不發地離開商店 without a word 一個字都沒說 and returned 那麼這returned 第二個並列句主語也是Dickey 所謂Dickey 這個主語被去掉了 Dickey回來了 怎麼回來了 carrying a large cloth back 還拿了一個大的布袋子 這個carrying a large cloth back 黃顏色的明顯做returned 這個畏動詞的伴隨狀語 同時還背了個大布口袋 又跑回來了 這是語法成分 下面看看裡面一些細節 Dickey一語不發就離開了商店 一開始說話美的 你看這窮鬼 讓我說兩句走了 你老了死死走了 一語不發就離開了 當然我們要是去彭家串門的話 這不禮貌 你不能不說話就走了 一語不發就離開 這有個稱謂叫take French leave take French leave 叫用法國人的方式來離開 當然這個有一些調侃法 或者味道的 因為英法呢 彼此瞧不起 他總中間是借敌 你看這英國人總用法國人開船 法國人英國人開船 你看什麼take French leave 用法式的方式離開 就諷刺法國人不講禮貌 你要在這個英語中性病 有一種稱謂叫法國病 法國人有性病 而法語中很有趣 所以你看這個很有趣的稱謂 總之吧 我們知道take French leave 叫做不辭而別 這個意思 臨機異語不發就走了 其實這種人往往更可怕 為什麼呢 你要是大聲喊叫 我宰了你 打死你 喊叫的同時呢 他能量發洩出來了 憤怒發出來了 都沒事了 這異語不發的人最可怕 你看你惹了一個人之後 他不說話 衝你運氣 這個人可可怕 你馬上就跑 所以英語中有這麼一個諺語 叫Dumb dogs are dangerous 是什麼意思呢 不聲不響的人最可怕 這個Dumb D-U-M-B 這個B不發音 是表示啞的 啞巴的 不會說話的 我們再讀一下這個詞 把B去掉這個B這個聲音 當然了 Dumb Dumb 啞的 啞狗是危險的 啞狗能咬死人呢 我們在路邊看著 這樣一個狗 衝你叫 你不怕的 為什麼 他跟人一樣 叫的時候能量發出來了 就不害怕的 如果看這個狗 前腿攻後腿崩 刺牙嘴吐白沫子 他不叫 這個狗真有人 啞狗危險 人也一樣 不聲不響的人最可怕 迪姬呢 一會兒回來了 Karen再說了 伴隨著背這個大布口袋 後面說 As it was extremely heavy He dumped it on the counter 因為這個口袋 特別特別沉 它登的一聲 把它扔到了櫃台上 這個 直接不口袋了 它特別沉用的是 be extremely heavy extremely是極其的 咱們見過 這個表達很簡單 但表示特別沉 還有個習語 叫weigh a ton 有一噸這麼沉 就是用hyperbole 用誇張的修詞了 我們再讀一下這個 weigh a ton 不要讀tong tong tong是舌頭了 舌根不動 weigh a ton weigh a ton 就一噸這麼重 其實就像呢 be extremely heavy 你想 the chair weighs a ton 這個椅子沉死了 死沉死沉的 有一噸這麼重 表示特別沉 用本文中搭配呢 the chair is extremely heavy 特別沉 都可以 本文中說 因為它特別沉 它登的一聲 把這個口袋就扔到了櫃檯上 大家注意這個dump 這個動詞是模擬聲音的 你聽聲音dump dung 這麼一聲 dung的一聲 本身是模擬聲音的動詞 英語中這種擬聲字特別多 本文中這個 he dumped an encounter 這個dung的一聲 扔到某個地方 重物落地是dung 發出這個聲音 可以用它 我們舉一反三 看幾個 he slammed the door 他啪的一聲 用力摔上了門 這個slam s-a-l-a-m 圓形去掉一個m-e-d 這個我們在第十三個講過 用力的摔門摔窗 啪的一聲slam 大的聲音口型大 再比如說呢 we all clapped our hands 我們大家怎麼樣 在鼓掌 這個聲音clap clapped 啪啪啪啪啪 在鼓掌 熱烈的鼓掌 可以這麼說 叫clap 動詞圈是clap 好 再比如說 the soldier clicked his heels heel是腳後根了 這個click 不要是發出嘎噔嘎噔 這個聲音 我們把這個動詞圈圈讀一下 去掉遺地慢慢來 click click 你看我們現在的點擊鼠標 就叫click click 嘎噔嘎噔這個動作 這個士兵把腳後根嘎噔 響了一聲 做哪個動作 例證嘛 例證的時候那個大皮靴 光噔會扣在一塊 掌管你熬 對吧 掌管吃了嗎 就例證打招呼唄 這麼說 click 發出咯噔 click 可以這麼說 再比如說 don't clapped the dishes you wake the baby up 我說你還刷碗是放碟子輕點 你這鍋那麼重吧 孩子會吵醒了 這clature表示硬物 光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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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擊一塊 啪噔噔噔噔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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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這個灯enting聲音 你在聽一下這個聲音的發音是是正常用管的聲音的嗎 我們慢慢來便 cl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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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一點會濁化 clatter clatter 這個聲音 再比如說 I'll smack your bottom If you don't behave yourself 這跟爸爸的兒子說 我說你要不老是啊 你看我打你屁股的 behave oneself 是固定搭配 叫老式規矩 這個smack 叫用力的伸耳光 或打屁股蛋 都用它 我們再讀一下 啪的一聲 這聲音 大聲來沒 smack smack 啪這麼一聲 你看口型大 打屁股蛋不可能 smook smook不可能這麼一聲 smack 模擬聲音的 但不要用錯了 有人把打耳光 打屁股用成了 咱們第六個講的 smash s-m-a-s-h 那可麻煩了 smash打碎了 打得粉粉碎 你說你淘氣 我們屁股打碎了 屁股打碎了 人就死了 這爸爸就太狠了 smack 啪的一聲 就打 這是模擬聲音的動詞 本分中就噔的一聲 扔到櫃檔上去了 然後呢 你看後面說 the assistant asked him to leave but Dickie paid no attention to him and requested to see the manager 這個售貨員 讓迪基快點走 說你這窮鬼 你看又惹事了 你這老是走了 完了 你幹嘛拿個 大鋪口袋跑回來呢 但是迪基根本不理他 根本不理他 並且請求要見經理 你看這不理採用的 pay no attention to 這個詞口中講過嗎 還可以用什麼來替換 咱回憶一下 Dicky ignored him ignore是不理採 對吧 還能說什麼呢 Dicky took no notice of him take no notice take一般會是took 還有呢 什麼龍耳朵瞎眼睛 轉向他 是不是可以說 Dicky turned a deaf ear to him 或者Dicky turned a blind eye to him 都是根本不理他 時而不見 出而不門 中國的鼻息根本不搭理他 並且請求要見經理 and requested to see the manager 咱們第二十二個講過 request 是客客氣氣的 來請求 咱們還記得這個句子嗎 you're requested not to smoke here 請您不要在這裡抽煙 很客氣 you're required not to smoke here 不許抽煙 趕緊給我掐了 require是強制性的命令 而request 是客氣的請求 這本文中也是怪人嘛 因為一般人可能喊了 經理拿出來 我要去投訴 對 但Dicky的客客氣氣 也不理這個收穫員 就說 請經理出來吧 客客氣氣的 請經理出來 這怪人 這收穫員這麼一看 心裡有點發毛 哎呦 這人是不是什麼大人物啊 舉止跟一般人 並不太一樣呢 然後呢 經理就出來了 你看 recognizing who the customer was the manager was most apologetic and reprimanded the assistant severely 咱們先看看這句話的句子分析 語法成分的分析 這個第一行 這個黃顏色的整個 是一個原因壯語 非為動詞充當 recognizing 誰認出來了呢 那麼非為動詞 邏輯主義是主就主語 就是經理了 因為認出來呢 這顧客是誰 那麼護引導的從句 當然做動詞recognize的兵語了 牽套在這個非為動詞內部的兵語從句 然後這個經理 特別特別抱歉 我們知道這個most 在這沒有定過詞的 來修飾一個形容詞 那麼一般凡是極其的 就類似於extremely 而不要凡是罪 並不是經理是天下最抱歉的人 極其 因為罪怎麼樣 應該加定過詞的 經理特別特別抱歉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一看這才是爺爺 這是大傷人 並且 and 引出病那句 第二句話主語還是經理 所以只跟魏動詞主語被省略了 並且嚴厲的 sivity 是嚴厲的 批評了這個售後援 批評用的對 reperment 咱們講了 是上下棋事件 本文中 經理批評售後援 用的嚴絲合放 用的非常準 這個售後援 這個售後援這回老實了 老老實實把錶給他拿過來了 好 後面一句話說 When Dickey was given the watch He presented the assistant with the close bag 當這個售後援把錶給迪基拿過來之後呢 迪基把這個布口袋 公公敬敬 就遞給他 來 這是我給您的錢 就誠心為了整這個售後援 但你看這個中文 怎麼翻譯成 當售後援把錶給了迪基之後 迪基呢 把這個布口袋給了售後援 在英語中用的是被動 在我們中國人覺得別扭 你看當迪基被給了錶之後 什麼叫被給了錶啊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在英語中用被動 可以避免頻繁的變化主語 否則的話 總來會變主語 這句子就囉嗦了 中國人沒辦法 因為中國人不喜歡用被動 但英語中主動被動 在他們來看沒什麼區別 你看如果用主動的話 你勢必的這麼寫 咱們看看啊 When the assistant gave Dickey the watch Dickey presented the assistant with the claws back 你看特別啰嗦 特別重複 售貨員 售貨員 迪基 對出兩次 用被動呢 可以避免頻繁的變化主語 就像一馬平穿 一個瀑布衝下去 中間一個擋的石頭都沒有 所以這個呢 使句子簡潔 通順 而且看著舒服 看著舒服 所以呢 被動語態的意思有很 用途有很多很多 其中被動語態的用途之一 就是避免一個 這個句子裡面 頻繁的變化主語 對吧 我們看一些例子 看這句話 She gave a lecture o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and was attentively listened to 你看前面是主怒 後面後面是被動 但都是主語都是她 就不用變主語了 她對於當代美國詩歌 做了一次演講 並且觀眾們在專注的聽著 她被專注的聽著 就不用再用the audience 用觀眾們那個詞了 要不還得換主語 這句子寫啰嗦 用被動就好了 她被專心的聽著 是這樣一個 再看一個例子 The old professor willed himself to the platform and was warmly applauded by the students 你看前面是主的 後面又變成被動了 這位老教授 willed himself to the platform willed搖輪椅了 坐著輪椅 可能腿腳不方便 那麼走上來的platform 我們在第十七課講過 什麼大的平台 什麼樂台 站台 講台 演講台 教師的講台都行 走上講台 並且呢 這個被學生們 給予了熱烈掌聲 你要換成學生們 對她進入了熱烈掌聲的話 還不把主語換成student 她還得再寫她 這就啰嗦了 被學生們給熱烈掌聲 這個用同一個主語 特別通順 而且確實文字更簡潔一些 咱們主語 被動語態意思簡單 但是用途非常多 在這裡是避免 頻繁的變主語 而且呢 這個句子比較簡潔